不算 不想哭啊 嘿 又把老爷谈烂了 你看啊 就怕老爷来 老爷你来啊 又耗这么大食材啊 嘿嘿嘿 就一块大排骨 哎 做什么 咱们来一个点豆炖排骨 东北馅的 对 葱 姜 黄酒 糖 盐 酱油 香油 色拉油 黄酱 也是叫豆瓣酱 大料 黄酒 老抽 小块吧 咱们这可真的小点 小点好嘞 小点一口香 出一道 对 好 起火 咱们排骨弄好了 我现在开始炒这排骨 好 好吃就行 咱们开始下油了 咱们开始下油了 老手法 先下大料 吃的就是料香味 对 大概五六瓣啊 好了 咱们来一个大姜片 对 葱姜不炸不够香 还是老规矩 咱们把排骨下了 咱们下排骨了 咱们下排骨了 有个不易过高 慢慢煸 不要焯水 嗯 下排骨的同时呢 咱们得下去冲 因为过早的下车 还容易糊 对 好多人啊 就质疑这个 喝那个猪肉 说喝不喝点花椒 其实我个人就得 割两个粒 对 什么猪不浇花 不亮 您能吃出什么来 你看我们慢慢炒 给炒白了 把血水炒出去 家里人口少的呀 我一斤排骨就够了 对 然后我割一斤 豆角就足够了 对 您看这就多少了 虾 料酒 好 三块的料酒 好 刷的一身鲜 做来酱油 酱油 基本上少喝盐 待会儿啊 咱们这个是为了少颜色 东北菜呢不是那么黑 他也做菜很浅 也很淡 吃的是味道 有人误解东北菜是又咸又黑 这不对 咱们把酱喝一碗 慢慢炒 咱们搁酱的目的是什么呀 收汁是它黏 还是挂味 有那酱香味 把豆瓣酱一定慢慢炒熟香了 你看这就粘稠了 炒会儿 排骨里的油脂也出来了 对 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下水了 对 这个豆角多呀 咱们多放一点去 好 多炖会儿 对 咱们慢慢炖点它 盖上我们的小木盖 咱们开热锅之后关小火 这肉基本上扒成熟的时候 跟这锅煸豆角 豆角一定煎一点 找点小窍门 小窍门呢 咱们就给这豆角碎点煎一点 对 来我们煎这个豆角额边割盐 又要豆角的绿 就要豆角的绿 我表面上这个小气泡都出来了啊 来你看啊 豆角煎的行了 我们把骨头捞进去 对 您猜怎么炸 炒汤呗 好 我们把豆角割底边收汁 对 鸡味 对 再给你盖上炸了 再焖一会儿 焖一会儿 咱们十一分钟就出锅 好嘞 好吧 好出锅 抽锅咱们 哎 你看小窍咖 对 对 不是这个豆角更入味 嗯 帅 很好出啊 我们东北的菜就是好吃 对 就是入味 哎 简单评论有肉的菜 我先说一句 行 嗯 看我们大米饭 嘿 米饭配排骨 对 绝了 这是绝配啊 东北的大米 对 东北的菜 您在闻一下 吃起来吧 吃起来 吃起来